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义放系的罗嘉峰老师 那今天接下来的这个大概40到5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 我们要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磁症找应 那它的英文叫做Magnetic Resinance Imaging 我们常常将其简称为MRI 那今天呢,老师会用一个比较科普的方式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所谓初试 第一次听到这个所谓MRI的情况下 能够从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理解的角度来切入 那未来在各位大三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会有一堂叫做执政造影学 大三下的时候呢,还会有一门叫做医用执政学 到时候我们就会有更为深入的整整两个学期的讨论 那这也会涉及到未来大家到这个临床实习 或者到这个临床服务 甚至未来到仪器公司所需要的一些 基本的以及专业的一些这个知识 那今天呢,我们将会从这个 刚刚提到科普的方式 老师会将各位当作是一个 你是第一次听到MRI 好,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跟各位做一个这个内容上的一个介绍 好,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在看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是能够以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心情 非常轻松的一个态度 来这个享受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指使 那首先呢,老师先以这一片 这一个短片 来跟各位做一个很简单的开头 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 在这个网路上,YouTube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它的网址 你可以在YouTube上去搜寻一下 这个,在Philadelphia 这样的一个所谓儿童医院里面 他们所录制的一段 就是给这个,可能接受 要接受这个所谓MRI检查的小朋友 他们有这个机会呢 可以先透过这样一个像是卡通片的一个概念 来了解一下 到底MRI是怎么样做一个运作的 那它会以一个比较 小朋友能够接受的方式 所以今天老师就以这个很简单的短片呢 来当作是今天课程的一个开头 好,所以老师编播这个影片 不用帮各位用这个中文做一个说明 刚刚各位所看到的这个里面 它就是一个有一位穿着这个蓝色褒子的一个 这个其实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工作 未来如果各位到临床服务 其实有很大的几率就是扮演这个所谓放射师 好,我们的英文叫做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 好,所谓的这个放射师 会由放射师来协助这个病患进行这个相关的哨语 那当然今天这个介绍片里面的主角就是这一位 小女孩 她是即将接受这个MRI的一个噪音 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影片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 就是刚刚那个小女生口中所提到的一个Control Room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Control Room 实际上确实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一个环境 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在噪音室的外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所谓 我们有时候称作观景窗 我们通过这个观景窗呢,是可以去观察 就是病人在这一个所谓 直映照眼室里面的一个情况 那一般来说,我们的放射师呢 会呆在这个所谓的直映照眼室的外面 所以这边有一个所谓的Control Room 我们中文叫做控制室 或者有时候我们称作Console端 就是操控台端 那这边就是可以看到 我们会透过这个电脑的设备呢 我们会去设定就是病患的微致啊 这个照眼要使用到的薄序啊 那以及这个我们的这个检查内容有哪一些啊 都会透过我们的机器来做一个这个这个操控 那在机台端一般我们都还会有一个这个麦克风 好,当然会有喇叭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当照眼过程中呢 我们的病患在照眼室里面 我们在外面 如果有任何需要跟病人沟通的情况 我们不需要一直走进照眼室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麦克风呢 来跟这个病患做一个沟通和协调 OK 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影片 有很酷的电脑 所以这个小女孩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 在这个所谓的MRI的环境里面呢 我们其实会使用一个相当高磁场的一个这个 我们可以说磁铁或者是一个线圈产生的磁场 来对这个病患进行这个所谓非侵入性的磁症照应 那等一下我们会有另外一段影片来说明这个历程 那但是很重要的事情是这个样子 因为小朋友呢 往往身上有没有一些金属的物品啊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像钥匙啊 这个项链啊 或者甚至是法夹这种东西 他们不见得会知道 所以在一些这个比较严谨的儿童医院里面 甚至会去设置专门的一个所谓金属感测器 像我们这个要通关 要通关的时候会经过这个检测器的门 会有类似这样的设置 当然在一般我们台湾MRI的环境比较不会设置 我们一般都是透过这个放射师跟病患的沟通 说请他尽量的去移除掉所谓身上的这个金属物质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查 但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因为我们要使用一个不只是高强度的磁场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其实我们还需要怎么样 其实我们还需要用一个很均匀的磁场 来进行这个噪音 在这个前提下面呢 如果这个病患身上有任何的这个金属物品 进到这个噪音室里面 可能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 它可能会破坏这个所谓磁场的均匀度 那这个磁场越不均匀 噪音出来的品质就越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更重要的事情是 万一它今天所携带进去的这个金属物质呢 它的成分是所谓的铁菇匀 我们姑且称之为所谓的铁磁性物质 那下场很可怕 因为它在到了这个磁场里面呢 它不只会被磁化 而且它会变成一个所谓有很强对于磁场的感应 所以有可能比如说一支笔好了 它里面可能有一些这个铁的弹簧 那这个笔可能会受到这个磁场的这个蜥蜴 可能会投射出去 变成这个有可能造成伤害的一个投射物 那当然还有一些绝对不能进去的一些物品 就像我们说这个氧气钢瓶 这个也都是不能进去的 它上面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铁固念的一些成分在上面 那这个可能都会造成这个相对应的一些 不管是一切的残损 或者是人身的一些安全问题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一般是不允许有金属物质进去 到这个执政造型室里面 那当然你可能会问老师说 那有一些东西不能移除了怎么办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这个假牙 或者我们说刚好戴牙套 那一般来说呢 如果我是这个活动式的假牙 我们要求去做一个移除 但如果说是固定式的像牙套 固定式的这个假牙 那理工上来说 我们还是不用太担心 因为它并不会有这个脱落的一个这个情况 好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 我认识 i know right well then we went into the room with the mri camera this thing was huge i had to climb up and lay down on this bed which slides into a tunnel brian told me it was important for me to lie still so the pictures won't come out blurry because the bed moved i had to wear a seatbelt to keep me safe oh and there were these cushions for my head and this thing called a coil that helps the camera focus on what body parts taken pictures of mine kind of looked like a football football 好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一段 这个过程中他拍到了这一个所谓检查室的一个环境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点就是说大家可以先看到后面这个 这个后面很大的一圈我们有说细称为这个巨型甜甜圈的一个构造 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mri我们称之为主磁体 主磁体的一个位置 那这里面其实不只是包含这个产生非常高这个指导强度的一个超导线圈之外 其实里面还包含了一些我们说协助空间定位用的一个梯度线圈 还包含了一个所谓讯号发射的这个射频线圈 那当然这些很细节的资讯呢大家先不用急着这个 覆下来大家只要知道未来呢 在各位的这个大战的时候我们会学到更进阶的这个知识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主磁场这个 这个线圈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设备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呢现在所躺的这个 这个是我们称之为检查床的一个装置 那一般呢因为我们要将病患呢送到这个所谓大甜甜圈里面 主磁场里面 这个高度其实蛮高的 就算是成年人来说 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在一个床升到最高点的时候 轻易的上下床其实高度是蛮高的 所以一般这个检查床呢它是可以电动增降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床呢其实是降下来的情况 小朋友呢他可以踩一个台阶躺到这个床铺上来 那一般呢我们对于小朋友 或者是对于一些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人 比如说没有意识的患者啊或者是这个无法理解你 无法跟他沟通的这个病患 我们一般呢会加上这个所谓束缚带去做一个安全上的固定 但如果一般是这个可以跟你沟通了解情况的成年人 我们其实一般是不需要这个做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后面这一个 他刚刚说有很舒服的一个软垫在他这个后脑勺的部分 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线圈的一个部分 然后大家就记得说在MRI里面呢 如果你想要这个对特定的部位去做一个造影 我们就需要用它这个独特的一个线圈 比如说今天这个小朋友的例子来说呢 他是要拍所谓头部的这个指南影像 如果说今天这个小朋友呢是要看这个腹部的 那其实就有腹部专用的线圈 如果要看的是什么 shoulder我们有shoulder专用的线圈 knee有knee专用的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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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尽可能的呢将这个线圈摆放在你的目标物 你越靠近这个得到影像的一个品质就越好 这个是相当这个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在这个影片稍微往后之后呢 你会看到不只是在他后脑勺的这个线圈之外呢 你会发现这个放射师呢 还将它盖上了一个这个所谓的 他说好像一个头盔一样 好像一个头盔 好那这个完整的回路呢 实际上就可以啦 协助我们去做一个完整的 这个脑部所谓三维空间的一个 所谓切面影像 ok 好那我们继续在看这个影片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虫就可以伸起来吧 伸起来之后呢 我们会带帝王王之后将这个或者这个撞到 自己的撞到 那些东西的撞到 那些东西的东西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虫就可以伸起来 伸起来之后呢 好大家直接听这个声音哦 好大家直接听这个声音哦 好所以刚刚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到 那在扫描过程中背景有个声音就叫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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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声音 好那这个呢 其实是MRI也蛮独特的地方 大部分的这个 这个临床我们会用到的这一些造影的仪器 其实都是蛮安静的 那大概呢 最吵的仪器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所谓MRI 那刚刚各位听到这一个 有点像是震动所产生的声音 实际上它是来自于扫描过程中 我们其实会不停的这个开关线圈 来产生磁场一些变化 这个开关线圈的过程中呢 其实会造成线圈本身的震动 好所以这个会跟你这个开关磁场的这个速度跟频率有关 你开关的越快呢 大家这个声音就这个越吵闹 所以一般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在把这个病患呢 送到MRI的这个造影室里面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需要让它带上耳塞 好那因为这个如果你不带耳塞 进到MRI环境里面 其实那个线圈的噪音 是远比你刚刚所听到的更大声 它是可能会造成这个听力损伤的一个 这个分贝的一个强度 所以一般呢 我们要带上这个发泡型的这种耳塞 让它可以有效的降低磁声噪音 过程中所谓线圈震动所造成的一个噪音 好 那另外是刚刚你也看到在影片中 其实这一位所谓的 Radiological Technologies 就在示范 透过MRI跟病患去做一个讲话 那当然这个过程中 有一点比较不是符合实际情况 就是说 通常在噪音过程中 那个线圈震动的声音 我刚刚说那个噪音其实很大声 你没有办法在扫描的过程中 同时跟人家讲话 因为其实你会听不见 所以一般我们的麦克风 是在这个扫描中间 扫描中间的这个空白的这个时期 我们可以用麦克风来确认一下 这个病患的状态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 一般我们还会有一个这个 所谓的监视系统 我们通常也都是对着这个所谓孔洞里面的位置 因为一旦病患送进去之后 你其实不见得看得到里面的情况 但是一般我们会透过摄影机的一个架设 让这个病患去看 让我们外面的这个放射师 能够去观察一下病患的这个情况 是不是稳定 有没有乱动 好 很重要的事情是 YMI对于这个所谓病人自己不自主乱动 是非常不能忍受的 只要你稍微动一下那个影像 这个通常品质 Motion Artifact 就是所谓运动造成的夹影 会相当相当明显 那扫容过程中呢 我们确实也可以同步的在 影像重见完之后 在机台上直接看到一个重见出来的影像 所以这边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其实是我们称之为所谓T2微体的 T2微体的一个所谓时装切面的影像 我们可以看到脑部的一个资讯 好 那最后一点呢 可能是要提到的是说 在整个噪影的过程中呢 如果 好 如果这个病患真的有这个不舒服的一个情况 实际上在他的身上 会有一颗所谓的警示球 我们可以透过按压警示球的方式 让外面的这个方程师 听到一个这个所谓警示音 那我们会中止扫描 询问一下这个病患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好 我们继续看这个影片 好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影片这个小朋友小女生 甚至说 哎 闪到过程中他就很放轻松的这个闭上眼睛休息 就想让他自己好像躺在这个很舒服的大海上 做一个休息 那所以陈如老师刚刚所说 其实这个影片的目的呢 是要拍给这个到儿童医院里面 接受MRI检查的这些小朋友们 希望他们对于这个MRI的环境呢 不要太过紧张 那可以透过这个影片稍微去理解一下 实际上整个的照应流程会经过哪一些阶段 所以这个我想是蛮适合各位 还没有机会进到所谓大三专业课程之前 先对MRI有一个初步的理解 好 那所以我们把这个真正的一个MRI的一个机器 我们把它这个图形给叫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那实际上 跟刚刚那个卡通片里面其实很像 我们说过刚刚会有一个这个 我们号称为所谓很大的一个甜点圈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主磁体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很长 这个床就是我们所谓的检查床 我们刚刚在影片中 你看到它其实是可以升降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通常变换状具之后呢 躺好 一般我们都是采取躺姿 那为什么采取躺姿呢 因为我们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这个以气设备的一个透视图 一般我们是一个这个 希望能够尽量Cover 可能大概三分之二 身体长度的一个管型构造 就像好像那个 Dolai Mon在公园里面 躺在那个水管里面的感觉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都会采取躺姿 像病患在躺好之后送到 这个检查床是可以前后滑动的 我们将其送到 这一个磁体是很重要 一般来说就是 看我们要拍照部位是哪里 比如说 如果我们今天要拍照部位是脚踝好了 那么我们的脚踝 就会到磁体的中央 如果我们今天要拍照部位是头部 那么头部会到磁体的正中央 因为 道理很简单 在磁体正中央 它的这个磁场均匀度 是最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一般我们是把它 放在这个正中央的位置 那另外还要提醒各位是 大家可能有听过 有一些患者呢 有所谓的UB空间恐惧症 它没有办法忍受一个所谓狭小的空间 所以以这个管型结构来说 如果大家在未来大三呢 我们修道课的时候呢 其实老师会带各位去参观 我们自己的阳明交通大学呢 在我们图兹大楼的B1 实际上有一台高阶的 一个所谓3T MRI的设备 当中大家有机会就可以去参观 就知道 真的躺进去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是对于这种狭小空间 会感到很紧张啊 他不自在 甚至会不自主一直这个 站抖或会动来动去的这个人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进行 这个所谓MRI的噪音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 比较狭小封闭的一个环境 那虽然说这个孔洞 这边有开孔 另外一端也有开孔 但是其实你躺在里面 你的视野看起来就是一个 很贴近你的一个狭小空间 那大家可以稍微就是了解一下 大概我们一般来说这个BOR 就是我们说这个孔洞的一个大小 一般来说大概是在65到70公分的直径 所以刚刚好就是一个成年人进去的宽度 所以真的不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透视图 老师刚刚提到说 其实除了这个床板之外 就是这个检查床之外呢 在我们这个主磁场里面 这个很大的这个 我们说大型的庭延圈里面 其实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一些结构 那就包含了我刚刚说 我们有时候叫做磁铁 但其实这个磁铁在现今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临床设备里面 都是透过超导线圈所产生的一个磁场 那另外我们里面还会包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线圈 就是所谓的Grading Core 中文我们叫做T度线圈 那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 它是为了这个所谓照影过程中空间 影像空间定位使用的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称之为Radial Frequency的Core 中文我们叫做射频线圈 那这个其实是用来激发 激发我们身体 那有的时候也可以拿来做接收讯号使用 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很大很大的 这个所谓机体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成分 那当然 刚刚如果大家有仔细听的话 其实有听到 是提到所谓的超导线圈 那目前来说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超导线圈呢 还是所谓的低温超导 那低温超导的意思就是怎么样 我们必须在这个很大的这个 机体里面 有时候老师称为水箱 原因是因为其实里面必须要灌入很多很多的 液态的一个冷却 冷却集 那包含了两种 液态氦跟液态氦 那特别是液态氦呢 它可以达到大概是绝对4度 非常接近绝对0度的一个情况 它维持在这么低温的一个情况下 就可以让我们超导线圈呢 有效地维持一个相当高止场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稍微去理解一下 这整个构造的一个样子 那接下来呢 老师让各位看这个第二段影片 那第二段影片呢 是一样呢 用一个卡通讲解的方式 但是希望各位可以透过这个影片呢 来了解 到底MRI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 OK 那一样这个也不是老师拍摄的 这个其实是一样在YouTube上 你可以去找这个网址 它这个叫做Nuvio的Health 这样的一个Centure 它所拍摄的一个讲解 所谓持在这样原理的一个影片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好 你看 那这个影片的部分呢 它提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这个MRI 我们说它是一个很强的磁场 到底有多强 好 刚刚提到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在我们的MRI的环境里面 一般我们的磁场强度 是用所谓的Tesla Tesla这个单位来做一个描述 那到底这个东西有多强 好 这也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在我们的这个地球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天然磁场 就是之所以我们可以去使用 所谓这个传统的指南针或指北针 就是因为有所谓的Tes的一个存在 那Tes的存在呢 让我们不管走到哪里呢 我们都可以使用 这个指北针或指南针来定位 那大家知道这个 所谓Tes的一个强度 好 Tes的强度呢 其实是以所谓的高斯为单位 大概是0.5高斯 那当然这个在地球上面来说 不同的位置呢 实际上这个地磁会有强而弱 但是in average 平均而言呢 大概就是一个0.5高斯的一个情况 好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高斯跟刚刚老师提到 MRI是Tesla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差距 好 这里给各位一个简单的转换 一个Tesla等于1万高斯 一个Tesla是1万高斯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在我们的临床上来说 以台湾目前的环境 大概我们所使用的这个噪音的基台 都是1.5到3个Tesla这样的一个范围 来进行所谓人体的指南噪音 所以我们的这个强度呢 其实都是我们地球 大概是1万到10万倍 这个地磁的一个强度 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这个磁场 那以刚刚这个影片里面呢 不夸张 他告诉你说 如果是以这个Tesla等级的磁场 它其实可以强到怎么样 吸起一部这个汽车 吸起一部汽车的一个强度 所以老师刚刚说 为什么进入磁声造型式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能够随便带入这个 所谓对磁场会有反应铁磁性的物质 那像汽车里面就有很多这种 所谓铁的成分 那你是会瞬间的 瞬间这个 这个含有这些铁磁性物质 会瞬间的被吸引到 我们所谓磁体的中央 那这个其实会造成 如果有任何的病患 或任何的人员 是站在这一个所谓 铁磁性投射物跟 这个所谓机体的中央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位置 会瞬间的被这个投射力道 造成一些所谓的冲击 或者所谓压迫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要非常非常小心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们想要磁场 来观察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一些 组织的一些对比度 或一些性微的变化 我们就需要这么强大的尺导强度 OK 那我们继续看那个影片 这会有趣的影响 我们的白糖 是在所有人身体可以帶来 所有全国的东西 包括脂肪 化学肥味 酱最组之间 但最多的 70% 是水 这些水 在将人身体有约的资料 和在平常之间 的人身体会 与他们简直至平的 所以地面 率是非联系 空的水 The atomic structure of water includes two hydrogen atoms and one oxygen atom, hence the H2O, and it's the hydrogen nuclei or protons that are important. Just like the earth, each proton spins on an axis, giving it what's called a magnetic moment, basically a north and south pole. 到底我們身體裡面有哪些東西會對這些磁場有一些所謂造影的潛力? 實際上剛剛看到一個Py chart,所謂的圓柄圖,提到其實我們身體裡面有很多像是蛋白質,像是fat就是脂質 或者是還有這個很大很大的部分就是我們所謂的水,Water的一個部分 那在我們所有這些物質裡面,他們都有一個很重要的成分,就是所謂的Hydrogen,就是H這個東西 他剛剛所舉的粒子是H2O,所以其實我們是有兩個氫 那我們說氫核是什麼東西?氫核其實你看它的這個組成,它的確就是一個Proton 好,那這邊也提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一個代電的粒子呢,如果說它會持續的 就是做一個所謂這個選,我們叫做spin,就是所謂的自選的一個動作 一個代電粒子有所謂自己會旋轉的一個特性呢,其實會產生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叫做magnetic dipole moment,好,就是它會自己產生一個代電粒子 再自選,它會產生出自己一個小小的磁場 好,但是很重要的事情是這個樣子,就是說 在平常沒有外加組磁場存在的情況下,其實我們身體裡面這些所謂的Hydrogen nuclear 就是氫核,它們雖然會有失病也會產生所謂小小的磁場 但這些磁場在正常情況下是freely的一個distribution 然後它們是自由自在的這個分散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位置上 所以理論上來說均勻分散的情況下其實會不會有近磁場的產生 理論上不會,因為它們會互相的一個提消 好,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需要在這個MRI裡面準備一個 相當來說很高的磁場強度的環境 我們希望,就像是你把這個鐵粉扔到一個所謂磁棒的環境裡面 它會怎麼樣?它會alignment,就是它會順著我們的磁力線去做一個排列 我們希望把人體或者是這個所謂被造影的物體送到高磁場環境底下呢 能夠讓這一些所謂微弱的magnetic moment 或者所謂微弱的這個小小磁場可以進行一個重新排列之後 來產生一個靜磁場可以提供我們做造影 好,這邊還有什麼 這個具現像是剛剛看到的一開始呢 實際上這一些我們說身體裡面小小的氫核 因為spin所產生的小小磁局 就是有所謂正前負極 一開始好像都是亂排的 但是你看它上面畫了一個萬磁王 就是模擬我們今天那個很大很大的主磁場 它產生了一個很強的磁場環境 就會怎麼樣? 剛剛英文這叫做unline 就是我們說會讓我們這一些原本散亂的磁局 會跟它有一個排列的現象 那剛才上來說在這個過程中 有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不只是讓它line到一個方向之後 我們其實會透過剛剛我們提到的一個射平線圈 發射另外一個所謂跟這個組織長方向 互相垂直的一個電子波 我們會去激發這一些磁局會怎麼樣 如果以圖學上來說就是它導到 導到一個不一樣的比如說垂直球式的方向上 然後呢我們將這一個外加的這個射比脈松關掉 我們就可以去觀察說 到底這一些不同的物質不同的組織 他們這一個回復 回復到就是又原本這個所謂順著它排列這個情況 會長怎麼樣?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它剛剛的這個情況就是一個 為什麼會從這個倒著 所謂倒著就是它 剛剛被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射比脈松激發之後 我們關掉這個射比脈松 它就會怎麼樣? 慢慢的會回復到我們 就順著組織長方向的情況 那這個過程呢 這個回復的過程 其實我們的身體這些組織 又會放出一個 這個它自己所特有的這個電子波 那這個電子波其實就可以讓我們 透過感應的線圈來觀察 身體裡面組織的一些所謂差異性 就是我們稱之為對比這樣的情況 一下在一ية的情況下 一個精液的體驗 是一個精液的體驗 也是一個精液的體驗 不停… 電子波都在排列這個位置 Qual者都在排列這個位置 房間使用的體驗 電子波動在動物上 然後我們來拍照 然後我們有看來的 在對比的體驗 出來的體驗 體驗 有些隨體驗 絨蠡的體驗 而且對頭肉 在那個腹的體驗 也就是在科群 而同這個能量上 在一個中的下障層 你會感覺到完全無問題 and there are no known side effects. See, nothing to worry about. And if the parts are or constantly you can have and or you can you or you do 那刚刚他最后留下来一句话 告诉大家说 其实以目前的研究 这么多年下来的一个证据来说 其实我们并没有任何 已知MRI会带来的副作用 所以大家先记得一件事情 相较于CT或者是X-rays 乃至于到合一的检查 他们都是属于这些所谓的 有力辐射 所以会有一些所谓辐射质量的问题 但是对于MRI来说 MRI本身是所谓非游离辐射 因为他主要都是reliant电磁波 都是依靠电磁波的一些 作用原理 所以目前来说并没有所谓有力辐射伤害 那也没有这些我们所谓高质长环境 可能对人体造成的 任何附作或伤害 目前都没有任何的疑虑在 所以我想MRI 在临床上来说 其实是对于所谓 健康检查也好 疾病的侦测也好 甚至我们说肿瘤组织的一些 这个造影也好 其实扮演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当然我说过这些很多细节 它的应用啊 临床上的这些特性啊 我们会拿到大三的时候 再跟各位做一个介绍 那接下来老师用这样的一个 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流程图呢 来跟各位稍微把 刚刚我们所学到的姿势做一个重整 做一个统整 第一个是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的身体里面 在临床照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 磁症训源 讯号来源啊 就是氢核 那我们说氢核里面就是一个proton 一个质子啊 它其实自己都会做所谓的spin 就是一个自群的动作 那一般来说 呃大家的这个 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氢核 大家都是乱排的 所以并不会有个静磁曲的发生 但是当我们送到一个很强很强的 主持场环境里面 我们说过 如果我们把这个 所谓超导线圈的位置画出来 它会产生一个 主持场 这个B就是一个主持场的情况 那我们这一个 躺在里面的人体 它的这一些小小的子举呢 就会align to 这样的一个外加的主持场 那我们刚刚说过 其实在我们这个 整个大大的这个 所谓的机体里面呢 除了我们的主持场 超导线圈之外 我们还会有所谓的t度线圈 还要所谓的射频线圈 简称为Radio Frequency 简称为RF Coil 那t度线圈是用来做空间编码 就是我们把影像空间位置做定位用的 那另外就是我说 我们刚刚有提到要激发 我们会透过射频线圈做激发 激发完之后呢把它关掉 我们可以去观察说 不同组织 它在被激发之后 回到它的一个基本状态 比较低能界的状态 它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讯号 会有些不同的特征 我们可以借由这个特征呢 来分辨不同组织的一个特性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MRI 很基本的一个作用原理 那当然中间对于 到底怎么样去做空间的编码 怎么样去分辨组织的所谓差略性 有时候专一点我们称作对比度 是我们未来在这个大餐课程的过程中 会更低调去提的一件事情 那接下来呢 老师花大概四五张用头影片呢 来告诉各位就是 假设大家现在对于MRI的 我们包含检查室的一个全貌 包含它基本的一个流程 有一个概念之后呢 老师来告诉各位 它可以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好 那所以老师这个title恰臣 What can MRI see 我们当然可以利用这个MRI 看见什么东西 那第一个例子呢 是所谓的Anatomy 结构 好 解剖 老师刚刚提到说 在我们这个MRI的世界里面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它对于软主师的鉴别力相当的好 软主师的对比度 能够提供的相当的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是一张 我们在各位很快就会学到 这个解剖课程里面 加构图上的一张对于脑袋 所谓这个始终前面 Sangital Field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剖面图 那你可以看到 哇 里面洋洋洋洋洋 相当多不同的一个 解剖位置的名称 大家不用担心 今天我们要上不是解剖 但是你可以看到 老师今天简单的讲说 你看看那个大脑 里面有这个大脑的构造 大脑里面呢 还有些很重要的白质成分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是连结我们左半脑跟右半脑 很重要的构造 我们称之为Corpus Colossum 这个是一个所谓 平脂体的一个位置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是所谓小脑 小脑是大概在我们的后脑 就是后脑勺的下方 偏下方的废子 这个是我们的小脑 这个是我们的小脑 大家可以看到说 其实以这个 结果的卡通路来说 我们就知道 大脑一个宙实的构造 跟小脑是相当不一样 OK 那再来是说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的脑袋里面呢 还有所谓生命的中枢 就是所谓脑干的一个部分 包含大家常常背的这个口诀 中间眼巧 会有几个不同的一个部分 那再来是呢 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除了这个软组织 我们还会有所谓的血液供应 跟水的循环 什么样的水呢 就是脑脊水液 好 大家可能有听过这个词 那实际上在我们脑袋里面 就有几个脑势 这个脑势里面呢 就拥有这一个 所谓的脑脊水液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好 这个是基本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影像会讲怎么样 这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一般造影 一定会做的两组影像 我们分别称作T1-weighted 跟T2-weighted 当然现在你可能不知道 什么叫T1 什么叫T2 但是大家就先记得 上面这组影像 我们称之为T1全重影像 下面我们称之为T2全重影像 他们的差异性在哪里呢 T1全重影像 跟T2全重影像 最大的差异在于水的一个成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同样的 应该说类似的一个切面位置 你可以看到这个上下 是类似切面的位置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呢 比如说以T2-weighted来讲 它所看到只要是水的成分 水的成分 都会是白白亮亮高群好的地方 所以老师刚刚提到说 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其实是有一些所谓的脑式 里面是充满了所谓的脑脊水液 那实际上你就注意到 我老师现在所指的这个位置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测脑式的位置 那里面其实连接我们的第三脑式 甚至到我们的第四脑式 我们其实都是这个 充满着脑体水液的位置 那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类似像大脑倒水管的位置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地方 都知道说 我们常常在讲说 脑袋呢 其实是泡在一个 那个水缸里面 你可以注意到我们这个大脑 周边 你会看到周边 也是白白亮亮的 所以你会注意到 除了我们脑式里面有水之外 其实有很多猪网膜的这个空间 我们也看得到就是 都是水 就是脑子学医师把我们的大脑 就是泡在里面 这样的情况 相当有趣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什么 我们刚刚提到所谓 大脑跟小脑的皱肘构造 不太一样 所以这边老师帮各位放大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透过这一个 我们上面所说的T1权重一项 我们看到出来 原来大脑里面 第一个是大脑它的皱肘构造 确实跟小脑的位置比较 小脑好像是什么 好像那个素质出去之后分支那种感觉 但是大脑呢 总是就是一层一层 我们称作脑灰这个构造 不太一样 那另外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大脑也好 小脑也好 都要分两层的情况 在大脑里面外层 我们叫做皮脂 或者叫做灰脂 那在里层上 我们称作白脂 那小脑也有类似的概念 就是灰灰的地方叫灰脂 里面叫白脂 那大家可以记得一件事情 白脂一般就是我们这个 神经纤维连接的路径 那灰子里面有很多我们神经 元气胞本体的一个位置 这个大家不用着急 都会在我们的激活学 或者我们生理学里面 会学到类似的概念 所以大家可以先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可以透过这种 所谓的签名影像 我们可以确实看到 你的脑袋里面不同的 人组织 他们之间的一个对比度 其实呈现得非常非常好 如果大家有机会 在这个别的老师的课程里面 看到这个所谓的 电脑断层脑影像 你就会发现 电脑断层 其实看脑袋呢 都是大概一片红红的 就是类似的一个 所谓讯号强度 通常在没有这个疾病产生 比如说脑出血的情况下 你比较难看到脑袋里面 这个所谓讯号的一个差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实际上在这个 MRI的部分 我们还可以除了像刚刚提到的这些 软组织的解剖位置之外呢 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什么呢 看到这个血管 我们说这个任何组织 要能够存活下去 一定要有所谓血流的供应 那实际上 这个一样是这个所谓 解剖处上 你可以找到的一个 这个所谓脑部 颅内的一个所谓 血管的一个分布情况 那未来各位就会学到 其实在我们颅内 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构造 我们称之为 Sicle of Willis 它实际上是由我们 大脑里面几条重要的动脉 包含了所谓ACA ACA是所谓的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前大脑动脉 MCA Medial Cerebral Artery 中大脑动脉 后面的PCA这一条 这一条PCA是我们所谓的 Posterior Cerebral Artery 后大脑动脉 那它们中间还有些交通知 像前大脑动脉的交通知 CEO代表是Communicating 就是交通知 Communicating Artery 那这边还有所谓的PCOM 就是所谓的 Pos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由这样的一个 几个不同的成分 我们可以形成一个 像是环状的 一个工写网络 那这个我们称作 很特别的一个构造 叫做Sicle of Willis 那实际上 这样的一个构造 你会发现在我们的 这个结果书上 画得很漂亮 那实际上呢 我们一样可以透过 这个一样是MRI的影像 那MRI最有趣的地方 就在于说 虽然对同一个病患 同样一个脑袋在做拍照 我们透过所谓 调控不同的一些照眼参照 就像是你手上有一台 这个所谓单影相机 我调控一些不同参数 我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影像 以这个例子来说呢 我们现在把参数调成 是来看一个所谓 血管的一个构造 这个波序 我们称之为 所谓Time of Flight 有时候我们简称为TOF TOF 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现在在这个MRI影像上来说呢 就是经过了一个影像处理 我们称之为所谓的最大抢路指头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白亮亮的地方 就是我们血管的一个位置 所以它其实对应到 我们教育上的这个图形 可以看到相当漂亮 这是我们的所谓肌理动脉 上来之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两条PCA的地方 这个是很粗的是 我们所谓的内颈动脉 上来之后分之为中脑动脉 MCA 前脑动脉 就是ACA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有趣的构造 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 像这个就是所谓的 anterior posterior projection 就是前后投射 这个是所谓的俯视图 上下投射 头脚投射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AMRI也可以带来就是 我们称之为 AMRI angiography 就是血管摄影的 这样一个咨询 那再来是 同样对于脑袋 我们还可以多看到什么 你刚刚看到的软组织 又提到的所谓血流供应 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 实际上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个 neuronal fibers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常在戏称说 脑袋是不是少根筋 啊 这个脑袋里面 到底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 它们是怎么样去做一个连结 就是透过所谓的 neuronal fiber 神经纤维去做连结 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的大脑里面 左右半脑 的连结是透过一个叫做 Cobus-Colason 中文叫平支体 很 就是我们脑袋里面 脑袋里面最大数的一个 所谓神经纤维数 平支体所做左右半脑的一个连结 那在我们大脑里面 其实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连结 包含了我们有时候称为U-Shape 临近的这一个所谓 或者是所谓在大脑里面 不同 这个 不同load 不同页里面的一个连结 这个我们称之为 所谓的associated fibers 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 就是我刚刚提到 比如说连结组合半脑的这种 这个我们称作convencial fibers 那当然还有一种是所谓的 我们可以从大脑里面 投射资讯到我们的身体 比如说我们大脑里面的运动皮质 神经呢 可以将资讯透过我们的spinal core 然后送到我们四肢来控制 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 muscle 运动 这个我们称作projection variable 脑袋里面有很多不同的 神经纤维错综步伐 所以各位可以从这个解谱图上来看 这个其实是一个所谓 所谓术后牺牲的case 那我们透过这个 这个 这个 阻塞处理之后呢 我们做一个贴面的一个呈现 你看它其实 在影像上这个白纸的位置 也可以看到就是有这种 树状 纤维状的一个构造 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神经纤维 那实际上呢 这个神经纤维素 并不是一定要透过这个 这个解谱 或者对于所谓的数后牺牲之后 来做这样的观察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MRI 来做一个飞清目视 活体的观察 所以 荧幕上所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透过MRI影像 去重建出神经纤维的样貌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说呢 我们可以从 在大脑里面一个叫做 氏丘 这个构造 我们可以去观察说 它是怎么样 从这个脑袋中央的位置呢 跟不同的所谓 表层皮脂 怎么样去做一个神经纤维的连结 我们可以透过不同颜色的Label 不同的这个颜色 代表说 它是来自于这个氏丘 不同的核区 它还是解剖位置 不同的核区 它怎么去跟大脑里面不同的位置 比如说前额叶的连结 所谓的Motor区域 或者是所谓感觉 瓶子运动区域的连结 在这边 那现在还有一些什么 像是视觉瓶子区域的连结 它有很丰富很丰富的连结 我们就可以透过MRI的技术 透过所谓Trotography 就是所谓的神经纤维重建素 或追踪素 我们可以将其呈现出 那再来是呢 除了刚刚前面所提到一些 比较偏结构的资讯之外 大家会发现 其实我们还可以透过MRI 来研究所谓功能性的资讯 比如说 到底在进行某一些任务 像是简单的概念来说 进行一些像是手指的运动 或者我们说Fingertapping也好 我们去抓物也好 甚至我们去做碰触的动作也好 在这些过程中 我们都知道 其实很多事情是透过我们的脑袋 来执行运动 或者是感受 接受这个所谓感受讯息 但是脑袋里面 大家也都知道 它其实是有点分工 也有些整合的概念 到底脑袋什么区域 会负责什么工作 或者在进行工作的时候 脑袋会怎么样合作 不同的脑区会怎么样合作 其实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个 所谓的Functional MRI 就是所谓功能性的资认造 来进行脑袋功能的一个理解 以这个例子来说 你可以注意到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求受试者 在整个横轴式时间轴 过程中我们会有休息状态 还有一些让它进行比如说 就是这个运动或是感觉的一些刺激 那你会注意到 我们会观察到说 在脑袋里面呢 其实不同区域 我们可以找到 有没有哪些区域 是跟我们这个实验设计相符的 比如说 如果我们是让受试者休息的时候 脑袋的讯号就是很平稳的 但是当我们让这个受试者 进行某些任务事件的时候 我们就观察到说 脑袋里面有某一个区域 它的讯号会跟着上层 休息的时候又跟着回来 下一次进行任务的时候 它要再跟着上升 那我们就会推论说 这个区域可能是跟 执行这个功能是相关的脑区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投射回去 到底在脑袋里面哪一个区域 它的这个所谓 我们称之为血氧变化的情况 是跟这个实验设计是相关联的 那我们就可以去找出 原来我们还可以透过MRI 来进行所谓的脑部的认知科学 我们有时候称作 Neuroscience 神经认知科学 来对我们人类的行为 脑部的功能有一些进一步的了解 那最后一个例子是这个 我们其实除了影像之外 其实MRI可以提供一些偏向化学 或是这个molecule 就是小分子的一些资讯 这个东西很特别 我们称作MRI Spectroscopy 中文我们称之为 所谓的磁症频谱分析 那其实频谱分析呢 用在这个Biochemistry 就是这个生化或化学灵里面很常用 我们可以用这个物质 对于这个所谓 它的共振频率不一样的特性 我们其实可以呢 找到它是哪一种化学结构 或是哪一种分子物 那其实同样概念呢 我们透过这个MRI的环境 我们也可以在活体的情况底下 去观测说 比如说我们锁定 现在营幕上这个 这个排射方块的地方 我们就看到说 在这个里面 它因为下面的横轴 代表是它的一个频率 我们看到不同频率 会有不同的peak出现 那实际上 按照前前研究 我们已经知道 不同频率底下的这个peak 可能代表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NAA 这样的一个分子物的 一个浓度的多寡 那NAA呢 实际上是一个 我们所谓脑袋里面 神经健康的一个指标 那你会发现 如果说 我们在这个 像这个例子来说 它是一个肿瘤 当我们肿瘤出现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肿瘤区块里面 那个NAA的peak 大概就是我们说 频率在两个PPM这个位置 这个peak 它会消失 你会注意到 在这边其他那个peak 是消失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分子物的组成 不只是NAA 我们还有一些 跟能量有关的 有一些是跟 所谓的 这个神经传统物质有关的 那这边有一些 可能跟Energy有关的 我们可以去看这些 代谢物的一个情况 来推论什么 第一个是 像神经的一个健康情况 第二个就是 像说 肿瘤的恶性程度 那甚至 我们还看到一些 就是神经推化性疾病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不同的东西 那这个也是 我们会在这个 大三课程里面 跟各位做小细介绍 那大家可以 记得 我们刚刚说过 从解剖 从血管供应 到神经纤维追踪 到我们说 这个前一页的 这个功能性的造影 那到我们最后 这个比较偏生化 这个所谓代谢物的一个 molecular的一个分析 我们都可以透过 MRI来实现 所以 MRI确实是一个 我们说功能相当 有很多不同的应用 那未来各位 会慢慢的理解 就是这些图形 同样都是脑袋的图形 看到结构 看到血管 看到微血管 一个血流供应情况 神经纤维 看到代谢情况 这都是我们未来 可以学到的部分 那我想最后 老师想要总结 在这个 这个 MRI的一个安全性上 老师他再次强调 MRI实际上 是处在一个 所谓非常高的 磁场环境底下 所以大家有时候 会在MRI照理师的门口 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图 一个贴纸 他其实告诉你 第一个是 这里面是有一个 非常强的一个磁场环境 那像这个图 就告诉你什么 有一些病患呢 其实是装置 有所谓的这个 心率调节器 那它本身是一种 电子产品 理论上来说 你有装置心率调节器 它是来控制你的心跳的一个 辅助你心跳的一个 很重要的装置 如果你让它 曝露在高层的环境下 可能会破坏 这种电子设备的一个 这个所谓功能 那这个是完全 完全不可以经营的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病患有开过刀 有植物物 甚至有这种所谓的 维生设备 是电子产品的 都会非常非常小心 这个理论上来说 在没有经过所谓 医师跟医师人员的 确认之前 是不可以任意 进到这个磁场环境里面 那未来在各位学习过程中 还会知道 其实我们对于MRI的 这个磁场强度 还有所谓安全性呢 会有一些不同的规定 那大家可以在今天呢 先记得一件事情 一般我们会提到 所谓的五高斯线 五高斯线 就是我们说 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透过一些 像是磁场的屏蔽 或者是这个 降低磁场的影响 一般我们要把磁场的强度 从Tesla等级 降到五个高斯左右 我们才会认为 这个是对周边的 仪器设备 或是对这个 周边可能有些 植物的病患 比较没有安全疑虑的情况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记得 五高斯线 其实就是磁场的一个安全线 好 那我想 通过今天分享 希望大家对于 这整个MRI 有一个基本认识的概念 那最后也是给各位看一下 这张图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张图是可以把一台车系起来的 那实际上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我们在医院里面 都有这种很大的电动病床 有时候我们口语上叫做大床 但是要记得 像这种大床 其实非常非常重的一个大床 对于MRI来说 它就是可以轻易被吸上去的 所以如果上面有病患 要么跌落床 要么被夹在中间 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这个 我们在学习一些专业的技术之余 也是要提醒各位 就是我们同时也要去学会 这个相关仪器设备 一些安全性的议题 那希望未来各位都有机会 也会保有很高的兴趣 我们一起来学会 这个MRI的一些转眼知识 好 所以以上是我们今天 这堂课的一个介绍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可以随时透过老师的 Email信箱 跟老师做一个联络 好 那我们的课程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